3月8日,亚洲善待动物组织反皮草公益广告在北京举行了揭幕仪式 伊能静作为该广告的公益代言人亮相发布会现场 发布会上曝光了两版伊能静为该广告拍摄的全裸海报 寓意宁可裸露不穿皮草的宣传口号 该广告各由著名造型师杭月亲自操刀担任伊能静的化妆师 当天杭月也亮相活动现场对该公益广告表示支持 一项以玉米形象示人的伊能静 此次为善待动物反皮草公益广告拍摄如此大尺度的全裸照片 可谓意义非凡 这个广告对我来讲很大的意义 因为我是原拍电影有比较大胆的进度 我都要求要用替身的领缘 那不表示我看得很裸露 但是我觉得女性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性感 在电影里总是作为吸引男人的武器这么简单 我有过两次全裸的记录 第一次就是很无私带 防止乳癌 第二次是为天马做 我是毫不犹豫的 因为我的身体我做 我认为女性的身体在这个时代有更大的价值 发布会上伊能静坦言 自己曾经也是皮草时装的拥护者 在真正了解了皮草的制作过程后 才意识到美丽外表下有多少动物的生命 正承受着苦难 而对于现今娱乐圈内不少知名艺人 依然穿着华丽的皮草 游走在时尚的前沿中 伊能静对此表示 真正的时尚没有杀戮 并呼吁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到 善待动物不穿皮草的行列当中 其实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不熟悉皮草的制作过程 不像以前的我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对他们予以太强烈的空气 那么在这边也希望 所有的穿皮草女艺人 你有绝对的选择权 同样也有选择动物不死的权利 所以这个生死大权握在你的手上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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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